我爹是奸臣,抄我家的是我未婚夫,他将铁链套在我脖子时,比那年给我带花环时还要柔情。 我爹被斩首示众那天,我很平静地在给我娘捉狮子。 我道,如果有火,我可以爆炒狮子,再配胡酒。 没想到,逗笑了隔壁吊着琵琶谷的年轻将军。 好笑吗?云府酒为你卷都被关在天牢,只待圣上发落。 但总归,不是被发卖就是纳入教方寺。 平清,我娘喊我,什么时辰了? 我娘病了,从三天前进来这里时,就病倒了。 我从狭小的气孔打量着一方天,低声道,五时左右。 五时,我娘紧握我的手,无助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五时,是云府家破人亡的时辰,我爹就要斩首了。 我云府男子就要启程往漠北冲军了。 我娘大哭,沈娘和堂妹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二沈娘哀求我,平清,你去求求宋颜吧。 求她将你们姐妹就出去就行。 她能做到的。 宋颜是我未婚夫,四年前她是新科探花。 我爹欣赏她的才华,将我许配给她。 她试图顺利,一路被提拔,深得太子信赖。 可是,如今她也是成面云士满门的刽子手。 我帮二沈擦着眼泪,她不会帮我们的。 沈娘扑在我怀中哭着,堂妹们也围着我哭着,喊着姐姐。 我看着气孔力投过来的那道光,太高太虚,抓不住。 身后传来重重的脚步声。 我转过身去,以为是来宣旨的那事,却不料看到的是宋颜。 她这一件灰色长袍,戴着双耳关帽,昂首挺胸,与我一拦之隔,我们俩视线相碰。 对视的这一瞬,我想到我第一次见到宋颜的画面。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褂,上前来冲着我一一。 圆安给大小姐请安,如今她身居高位,我却是她屁腻的接下求。 二婶求她救我们姐妹四人,她们死不足惜,可我们姐妹是温室交养大的,怎能去交方思那样的地方。 宋颜沉默听着,视线却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她忽然开口问道,大小姐为何不求? 牢房中一静,沈娘西记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我知道二婶的意思,也懂宋颜的目的,我冲着宋颜跪下了。 求宋大人是以援手,救我们姐妹出去。 我平静地给她磕头,若能成事,平静愿此生当牛坐马来尝。 三尺之外,木兰之隔,宋颜沉闷但愉悦的笑声传来了。 她半蹲下来,戏谑地道,四姐妹都给我做妾。 大小姐也愿意,我停了一瞬,继续磕头。 我回她,大人雅人身至精彩封义,能为大人之妾,是我姐妹之心。 她又笑了,宋某不知,大小姐竟如此能屈能伸。 我垂手,未应她。 可,是你们之信,却是我之祸呢。 宋颜起身,袖子拂开。 她森森凉意的声音落在我的头顶。 大小姐,宋某会去交方司看你的。 宋颜化落,大笑而去。 我只起身,平静地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平轻。 二婶抱住我,说着对不起,是婶娘一想天开了。 不该让你去求那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安抚着二婶,转过视线,看向隔壁吊着琵琶骨的人。 她乱捧的头发遮住面旁,盘腿坐在墙角。 三日不曾动过。 我本以为她死了,可在刚才,我却听到了她琵琶鼓上的铁链声。 她竟还活着,那是谁?五岁的小妹围着我,在我耳边问道。 她是萧行,本朝最年轻的将军。 十五随父征战四方,仅用十年统一了墨北。 萧行的功绩是要载入实册,被后人敬仰的。 当然,这仅是我所认为的。 因为萧行以谋逆罪被关在此处,已有半年之久。 可记得去年八月十二,在清河馆见到的那位将军。 小妹点头,那位俊俏的神仙将军。 那日萧行回京,万人空向满城高呼。 我有幸见过她的容颜。 拔天以地,不怒而微。 我坐在木栏边,一直看着她,气孔地光暗下来,四周响起憨声。 我依旧看着她,累了便换个姿势已在木栏上。 当更古连想起五字时,萧行抬起头。 隔着浓稠的昏暗,她也看着我。 我起身,屈膝给她行了礼。 她讥笑一声,再一次合上眼睛。 我指尖掐过手腕,迫使自己清醒,也与她一般维持着姿势。 又过了既平静又惊恐的一日。 二妹问我,我们会什么时候被带走? 我告诉二妹,昨日未宣植,我们就还有五日。 圣上每五日临朝一次,今天过去了。 二妹指着气孔,我点头,那还有四日。 二妹惊恐,躲到边上哭去了,我依旧看着消息。 夜深,又是跟古连想五字时。 消息再一次睁开,撞在我望着她的视线中。 她依旧惊笑一声,合眼未动。 天明,狱卒将早饭丢在干枯的稻草上。 我捡起来喂给我娘。 我娘不吃,她说她宁愿死去,也不想看我入教方司。 还有三日,我告诉她,您再活三日,若无活路再寻死。 我娘依我,细嚼着干硬的馒头。 这一天是二月二,入夜后, 一心能听到街上油灯的喧闹声。 去年二月儿,我在做什么? 四在宫中陪着皇后观赏油灯。 太子妃的莲花灯摔在我的裙子上,烧着了我的衣裳。 皇后训斥了太子妃。 太子领着太子妃与我道歉。 我笑着说没事,不知不觉我耕天。 萧行睁开眼,我依旧格兰与她行礼。 她盯着我,我也看着她,四周狼烟滚滚漫天飞雪。 我似是随着她这一双眼,去了苍茫森寒的漠北。 将军,我收着心神,压着声音,百姓,需要您。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有她那双黑沉沉但依旧清亮的眼睛,透出了一丝欣慰。 许久,她笑了起来。 云深之那奸宁,竟能养出你这样的闺中千金。 她换了姿势,靠在木栏上弦腻着我。 你盯我三日,到底是百姓需要我,还是你需要我? 我回她,并无差别,我也是百姓。 三日来我盯她,就是为了现在。 若想越狱,我们妇孺久人,不提能否逃离,便是出去了也无处藏身。 但若有武艺高强,且有漠北为后盾的萧行同行呢? 我,要活下去。 但萧行不为所动,只捏着铁链向我示意。 我道,只问将军想不想离开。 如果您想,我就有办法截了您身上的铁链。 他面无表情地道,不想。 萧行不再理我,他面前的馒头早就被老鼠拖走。 我意识到他已经许久不曾吃喝。 为什么?天亮,明日圣上就会临朝。 留给我的时辰不多了。 狱卒将九个馒头两碗水丢进来。 我起身换住他,官爷。 什么事?萧将军的早饭,不送吗? 狱卒皱眉,训斥我。 你都要死了,管别人作甚。 说吧,他便要走。 他在自杀,我压低了声音。 若他死在这里,天下百姓必会愤怒。 狱卒笑了,眼路讥讽,百姓愤怒与我何干? 我一字一句道,百姓怒势必得由朝廷平。 想平怒,杀人泄愤乃最佳手段。 你细想想。 狱卒本要走,却猛人回头看我。 我静静回视他,目光笃定。 狱卒快步而去。 稍后便送来米饭热汤,蹲在萧行面前,劝他用饭。 萧行若老僧入定,不动如山。 隔着目拦我,出声道,让我劝劝萧将军。 萧行猛然睁眼看向我。 这是白天里他第一次睁眼。 我却不看他,恳切地与牢头道。 只求官爷给我母亲一壶干净的水。 劳头同意了,但却站在木栏外,做出防备之事。 我跪坐在萧行面前,将一勺饭送在他唇边。 萧行盯着我,打量着,他目光森寒,像一汪深潭成黑的不见底。 我有一瞬怯懦,但也只是一瞬,与生死相比一切都不足挂齿。 将军看我可有姿色,我问他。 他挑了挑眉,目光锁着我的视线,讥讽道,丑。 我扫了扫凌乱的病脚,将军再看,更丑。 他道,我捧着脸,我十五岁便美观京城。 将军觉得我丑,便是眼光不行。 萧行笑了,所以,你再用美人计,我身无常物,唯一张脸。 我平静地看着他,物尽其用罢了。 萧行推开饭勺,那日为何不对宋言用? 我试以他先吃。 僵持一刻,他吃了这勺饭,我听到木栏外牢头长出一口气。 第二勺萧行不动,我西行了半步,与他距离更近。 离得近了,看清他脸上星天的疤,便多了几分可步。 昔日俊朗应我的将军,沦落至此,不知是谁的不幸。 宋言不值得。 我道,萧行吃了第二勺,老头感激不尽,萧行却没有。 我离开时,他在我耳边道,还是丑。 我屈膝行礼,应他,是,此人犹言不尽。 想他离开,若他不愿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不能在他身上继续浪费时间。 小妹小声告诉我,姐姐不愁,是将军的眼光不好。 二妹道,将军常年征战,肯定分辨不出眉仇。 我笑着点头,隔壁,铁链轻响了一下。 我看过去,萧行又已入定,我要怎么做? 如如不能在牢中离开,那就只能先去交方司再做打算。 可要是我们九人被分开呢? 我盯着牢门,从木栏出去到门。 我进来时数过,一过二十六步。 夜间狱足四人,白日六人。 今夜职守的,是那位年长体弱的老狱卒。 其他三人下半夜会去睡觉。 在丑事倒营时最好动手。 离开牢房自左侧院门出。 行一条巷子便是宋妍的小院。 他家中有马车两辆,并重劳母羽翼仆妇。 天明携他出城,九对三,拼死一试。 我拨开稻草,在地上会出路线。 忽听到木栏外有人靠近,我抬头看向对方。 圣旨疑你,你姐妹四人入教方司。 宋妍覆手而立,逆着我,其他人由官家雅行发卖。 我攥警权,起身道。 多谢宋大人提前告知。 教方司我打过招呼,不会让你接其他客人。 是,我与他露了笑言。 平清等您。 宋妍很满意,转身而去。 路过消行的牢房外,他停顿了一下,转身欲走。 忽然腿戏一软,跌跪在地上。 宋妍捂着膝窝,愤愤地瞪向消行。 萧将军这是何意? 消行轻吃,肺舞,夜已深,我静待着。 忽然铁链响了一下,我转过头去。 视线撞在消行的眼中。 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凝视着对方。 他的目光告诉我,他知道我稍后会行动。 那年老的狱卒性善,待他同伴睡去,我便会换他进来。 这时,消行敲了木栏,吃饭。 他道,狱卒正瞌睡,呼地惊醒。 连忙将自己的夜宵让给消行。 喂,他又倒,却一直盯着我。 狱卒手忙脚乱给他喂饭。 消行扫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滚开。 是,是,狱卒懂了,哀求地看向我,我同意了。 依旧端着饭勺,我望着消行。 将军不寻死了。 消行吃了勺力的饭,姚梅问我,你觉得你能走得了? 我摇头,但总要试试,就是因为胜算微小。 所以我才来求他,可他不愿意,我只能靠自己,拿命事,拿命事。 我们沉默对侍者,怎么不求我了? 他声音低沉,像沙利摸缩过我的耳畔,还透着一丝细血。 他在等我求他,为什么,美人计不能打动他? 但我确实已身无常物。 如今的云符,大厦倾塌,更没有什么可远诺他的。 我的心思飞快转着,心头一横,握住了他的手。 求将军,我柔声道,我要出去。 只要人活着,就有万千的可能。 我姐妹兄弟,我的族人性命。 只要萧行愿意,我们就都有活路。 我猜不到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但他无疑是我能抓住的,最强劲的稻草。 只要他愿意,我不惜一切。 他视线灵力,落在我的脸上,一层层包开了什么。 我握紧了他的手,想好了。 他问我,想好了,我回他,不回,无回。 他扫开完,反握我的手,就在这时,他身后墙上的铁扣,哗啦一下连根拔起,成灰飞舞。 我错愕地看着他,他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琵琶鼓上的锁链,于他而言,不是累赘,反而成了他的武器。 所到之处飞沙走时,催哭拉朽。 深夜京城的街道上,黑衣人影跳动,他们拥护着萧行,像暗夜折服许久的恶狼。 森森獠牙,咬断守城士兵的脖子,滚烫的血溅洒了一地。 萧行搂着我纵身上马,侧马而驰。 二月的夜风依旧含义深重,但我却觉得温暖。 这是属于我的风,活着的风。 我听到城墙上呼喝四起,有人喊道,云大小姐拐走了萧将军,快上奏。 我一正,萧行却笑了。 怎的是我拐你,我皱眉。 我本欲死,你静郎五日,我便越狱,说你拐走我,你不冤。 萧行浅笑道,难道将军不是早就想越狱,却苦于失出无名。 正好我来了,他就有了被美人迷惑,乱了心智的借口。 我不信萧行会因美人计,他兴致不错,随你怎么想。 我敏纯道,那我就这么想了。 萧行笑得很开怀,他的手搂在我的腰上。 你高兴就行。 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又紧张地盯着路面。 夜色深重,很怕他一个不慎连人带马摔在沟里。 他却很轻松,一路急行人和马都沉着稳健。 再坚持一个时辰,便可落脚休息。 他以为我慌,出声宽慰我。 莫怕。 我在。 我不怕。 我道。 是吗? 他偏过头,气息扫过我的耳畔。 可连我的手都快被掐断了。 我忙松手,窘迫的面颊滚烫。 我娘他们,由萧行不同的下属带着,分开行路。 等到漠北再会合,短短两个时辰。 萧行的势力已震慑住我。 此刻我们落脚在驿站,一成恭敬带他。 仿佛萧行只是半差路过。 将军为何甘愿被囚? 我捧着商药,猴在近视外。 萧行沐浴而出,光着上身,遍布的伤痕令人触目惊心。 他坐下,我给他后背上药。 他们证据确凿。 我无力反驳,所以就在牢中小住几日。 萧行漫不惊心,说他为什么谋逆。 他得力的副将投靠了太子,伪造了他的罪状。 他看完后也觉得罪状作得精妙,还夸了副将形势有进步。 至于朝廷为何不杀他?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当他养的兵都是吃素的。 我道,九死一生,将军将来必有大福。 他穿好衣服,回头看着我。 这么说,你也是大福之人。 我笑着英氏,脱将军的福。 他笑而不语,过去床上靠着。 我停在床边脱了外衣。 将军让一些,我睡外侧,夜里好照顾您。 我说完,他眼中划过惊讶之色,耳间也微红了红。 但迅速恢复如常。 你是萧某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子了。 我散了发迹,将灯取来搁在床边,哪里有意思。 灯下,我问他,他笑而不语。 我献出自己,求将军救我全家。 如今将军做到了,我自当信守承诺。 我垂着眉眼,手指紧脚,心中十分害怕。 我曾幻想过我的新婚。 主隐浮动紧被温软。 但从未料到,是在家破之后与人交易。 在这老旧的驿站那形式。 你可真是言而有信。 萧行撑着面颊看着我。 不过我也有疑问。 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床檐坐下来,示意他问。 这一夜过后,你又有什么打算? 我莽然抬头看他,皱起眉头。 何意,将军要的是露水情缘吗? 我看云小姐求的才是露水情缘吧。 萧行面色微沉,似是对我不满。 我错愕地看着他。 说说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萧行的视线扫过我的锁骨。 停了一瞬又将目光移到烛火上。 烛火跳了一下。 熄了,房间很黑。 只有我们彼此相近的呼吸声。 我低声道。 我兄长他们发配去了墨北。 我想救他们。 先保住一家人性命。 再做打算。 他忽然坐直,离我很近。 然后呢? 他问我,慢慢筹谋回京报仇。 我揪住了床单。 撑着身体厚仰。 就算看不见他。 我也能感觉到他极强的侵略性。 这个人,像极了猛兽。 与我见过的所有男性都不一样。 然后呢? 他又往前轻了一些。 若还活着,就好好生活下去。 我撑不住。 手臂开始摇晃。 忽然腰间一松。 他揽住了我。 将我扶正。 不满到,废话真多。 我莫名其妙。 不是你问我才说的。 他翻身背着我睡下,又闷声道。 我差人送了软榻。 等换你睡过去。 将军确定。 你以为我珍重了你的美人计。 他刷一下掀了被子盯着我。 我从不知道。 有人的眼睛在黑夜会这么亮。 布满和嘲讽, 都在眼中表露得如此直白。 说了你长得丑。 你的美人计对我没用。 话落,又翻过被子。 不再理我。 这人。 我正要说话。 一城敲门, 送来软榻和被褥, 靠床放着。 和一躺下, 竟是一夜无梦。 第二日换成了马车, 虽一路都有追查。 但消行总有办法避开。 我依旧在琢磨, 消行为何不高兴。 掀开窗帘打量外面, 田间有七八个小儿在嬉闹。 我鬼使神差地问他, 将军可喜欢孩子。 他本闭目养神, 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 嘴角扯了个笑容。 这奇怪的笑, 等到了末北, 我才懂其中含义。 车马停下, 街上呼冲出来七八个小儿, 有男有女围着消行。 七嘴八舌地喊着, 爹爹回来了。 还有个蛮山学步的, 口齿不清地喊他爹爹。 他忽将学步的低溜起来, 塞在我的怀里, 指使孩子, 喊娘。 那孩子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 软乎乎地清了我的脸。 他自着细牙, 冲着我笑脆生生地喊着, 娘亲。 我看着消行, 示意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毕竟谁多了七八个孩子追着喊娘, 都要惊一惊的。 消行摸了摸孩子的头, 与其挑衅地对我道, 你的未来计划里, 恐怕要多几个孩子了。 他说完甩开膀子扬长而去, 他竟还得意。 我忽然想到他别扭的原因, 是那夜我说的计划里, 没有他, 我救了最大的那个少年。 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夫人好, 少年到底大些, 没有跟着喊娘。 我们的爹娘都死了, 将军将我们安置在一处, 游人照看。 我们都不是将军的孩子, 和我猜想的一样。 将军住哪里, 给我带个路吧。 我在消行的小院住下了, 但他却一个月没有回家, 因为朝廷半年前就派了王将军和蔡监军, 接管了漠北军权。 消行要解决的事情不少, 我没有去打扰他和我娘他们整理了房子, 一边等着兄长他们, 一边找事情做。 漠北比我想得要大, 士兵战时士兵, 闲时士民。 这一代荒地开垦, 曼苗郁郁葱葱, 长势极好。 漠北根本不是黄沙戈壁, 和传闻中不一样。 大妹掐了一个瘪着的麦碎, 放在嘴里嚼着, 继而露出惊喜之色。 包姜了, 甜甜的, 是吗? 我常常。 这一切, 对于我们都是新奇的。 我们从锦衣玉石的云端, 落在泥沼里。 但好在我们都没有交金, 新的环境和身份都适应得很快。 我们开个学堂吧。 我和大妹道, 这里只有两位先生, 年老体弱, 也不尽心。 云府的女儿, 师叔六亿不敢说精通, 但教孩子绰绰有余。 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做些事, 体现为人的价值。 大妹点头, 我都听姐姐的, 学堂办了起来。 起初却有些难, 毕竟我们身份不明, 又是女子, 难免有人觉得我们无才无德, 害了孩子。 于是我站在街上, 捧着诗经, 从早上读到中午, 许多人来听, 有人觉得我哗众取宠。 但听了两日, 便知我心意。 五日后, 我和大妹以及两位夫子的新学堂正式开张。 一时, 墨北城中的亲苦百姓, 都将孩子送来。 我还重拾了医书, 背着汤歌变着草药。 转眼到了五月, 我书败和兄长他们到了, 进了军营。 萧行来信说人都活着, 我心中最后一块石头落地, 便更专心教书和学医。 还拜了军医为师, 四处行医。 墨北九月就开始下学, 早上推开门, 院子里积了一尺厚的学。 我正馋雪呼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回过头去, 身着黑衣长袍的萧行。 正暴毕协一在院门上, 似笑非笑地打量我。 我笑得起来, 才到吗? 萧行让了一生, 进了属于他的院子。 大约是惊讶与从前不一样了, 衣食愣住。 以前太简陋了, 我用你给的家用, 添置了一些家具, 将军不喜吗? 我将插着花的梅瓶收走, 萧行却接过放回原位。 他看着我道, 像个家, 挺好。 我一正去给他倒茶, 他看着我的手, 清先生, 清大夫, 换你哪个? 我擦着粗糙的手, 摇眉看着他。 第三个称呼呢? 将军为何避而不提? 什么? 他端着茶中的手一颤。 将军夫人啊, 我落座, 撑着面颊看他,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称呼了。 他目光一沉, 忽地抱起我笼坐在腿上, 掐着我的腰反问我, 真喜欢。 他说这话时, 视线像是猛兽, 紧锁着我, 我心头突突跳了几下, 颤抖着, 双手攀上他的肩。 他半年未归, 难得回来, 我需要抓住机会, 当然, 我到。 他扫了一眼自己肩上的我的手, 又抬眸望向我的眼睛, 面上的认真和期许渐渐淡去, 取而代之的, 竟是一种无力。 我刚刚做了什么, 让他对我有这样的表情。 我一正, 他却已将我推起来, 疏离地道, 都说你本事大, 我将城中妇孺交给你了。 不过, 朝中以及骑兵马攻打漠北, 近日城中探子多, 你行事小心。 他要走, 萧行, 我气急败坏, 插着腰堵着门。 你,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我挑衅地看着他, 萧行抱着手臂, 腻着我。 你别和我装无知娇俏的少女。 我将插着腰的手放下来。 半年来你开学堂, 免费行医, 凭空见了个漠北商会, 还做了什么。 他问我, 我停顿了一下, 脸上的笑容挂不住。 见什么商会, 你不就是想逼着我和关外开马市。 他忽然捏住我的下颌, 瞇了瞇眼睛, 你背着我, 还做了什么。 我被迫仰头看着他, 和蛮子勾结了。 利用蛮子做外患, 再利用我挑食, 外患内忧之己。 你就能借着东风回去找太子报仇了。 萧行一字一句地质问我, 他言语中的失望大过气氛。 我揉着语调, 想让他平静。 将军息怒, 我是想要报仇。 他打断我的话, 依旧咄咄逼人。 你不是说自己喜欢将军夫人的位置。 萧行吃笑道, 还是虚与威仪, 从未想过付出真心。 仅仅是利用我, 气氛凝固成冰。 他指了指我, 好算计。 不愧是云生枝的好女儿。 话罢, 他拂袖而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 也沉了脸。 他的意思, 云生枝是奸腻。 我是他的好女儿, 自然也是奸腻。 我垂眸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 教书和行医最能得明星。 我想开马仕, 但萧行不愿意。 蛮子因为萧行坐镇, 早就为守卫围, 不敢进犯。 可我需要蛮子, 所以我通过商会的手延展去关外。 圣上和太子坐享安乐太久了, 久到他们忘记了蛮子的威胁和凶残。 他们歌舞生平, 连萧行都敢囚禁。 他们以为没有萧行, 还能继续夜夜升歌。 天真, 至于我爹是不是奸腻? 我很清楚。 他只是太子手里的一把刀, 刀好用自然高贡于中堂。 可等问责时, 便就是刀的错。 我就是要让太子明白, 刀会反噬。 他种下的恶果, 我会不惜任何代价, 送到他的嘴里, 让他吞下去。 至于萧行, 我依旧不确定他为什么愿意带着我一起越狱回漠北。 但结果是我要的, 这半年我虽未见他, 但却能看到, 整个漠北在他的治理下平静祥和。 萧行一腔赤子之心, 把满腔热忱献给了漠北, 献给了这里的百姓。 他足够强大无惧无畏, 不懈勾结外邦。 而我身无常物, 所以不惜代价穷尽算计, 徐徐徒之。 突然, 门被推开, 我以为是萧行。 但进来的却是小妹, 她用兜子装着一袋的苹果和冬枣。 将军给我的, 将军真好。 他嘎嘣咬着枣子, 又递了一粒给我。 我娘说漠北伤到被封了, 这些难免的果子比金子都珍贵呢。 我的心, 像是被挣扎了一下。 我娘留将军吃饭, 她说有事就走了。 小妹神秘地问我, 你们吵架了吗? 我点头, 吵了两句。 小妹斩钉截铁地道, 那肯定是大姐不对。 我捏着她的脸, 是她仙吵的。 怎么是我不对? 大伯娘和我娘说悄悄话我听到了。 她说大姐没动心就想坐稳将军夫人的位置, 怕是将军不好糊弄。 我揉了揉眉心, 还说了什么? 伯娘还说, 您对将军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见着他就用美人计。 将军多二十五了, 他要是见色起义的人, 早气窃成全了。 我捂住小妹的嘴, 你快去学堂。 以后不许偷听大人说话。 小妹将抱来的果子又多抱走了。 因为我欺负了她的将军, 我握着仅有的一粒枣, 不由苦笑。 姐姐, 大妹跟着进来, 有位信桥的行脚商找您, 在路口等。 我将枣丢给大妹, 抓着斗篷匆匆出去。 姐姐, 您为什么买棺外的皮草? 将军能弄到更好的? 大妹追着问我, 我想给将军做大厂, 怎么能让她给我弄皮草? 我盯着大妹, 帮我保密。 大妹点了点头, 又强调, 为什么要关外的? 蛮子的东西臭轰轰。 乔米依是我站在街上读书招生的时候, 认识的行脚商。 她今年二十七, 紫城副业, 做关内外的生意。 买卖不小, 但却是刀口舔血的生意。 去年萧行被关后, 蛮子蠢蠢欲动几次。 一次他和他哥哥, 正好在关外牧民家里收皮子。 蛮子见他们是汉人, 当场就杀了他哥。 他九死一生, 但也费了一条腿, 成了瘸子。 我和乔米一站在路口, 我假意挑着他车里的皮子, 实际和他聊天。 怎么样, 蛮子的首领说, 您杀了萧将军, 他就借兵给您。 乔米一道, 知道了, 我平静地换了一张皮子。 口说无凭, 按我交代的写信盖章了吗? 乔米一将信塞到皮子里, 一起递给我, 夫人, 这皮子是何将军。 多谢了, 我抱这皮子, 问他多少钱。 乔米一忍不住问我, 夫人真要杀将军, 一杯赌酒的事, 萧行再能耐, 也扛不住砒霜, 不必为我担心。 我随口回了, 我的信送出去了吗? 乔米表情错愕了一下, 沉默后点头道, 不过, 宋元会给您回信吗? 他才是您的仇人啊, 我把银票给他, 这是萧行给我的家用, 这半年, 他每个月初都会给我烧来一百两, 我没客气, 分文不剩, 没有仇恨, 只说利益。 我道, 乔米一要富可敌国, 完成他爹和哥哥的遗愿, 怎么才能富可敌国?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他在赌, 我也在赌, 他说我们像阴沟里的老鼠, 邪恶又肮脏, 我说别怕, 事成后我们花钱买史官的笔。 乔米一笑着说这也是个好办法, 我回去读了蛮字首领写的信, 字很丑, 但确确实实是他的字合章, 我认真盯着上面的字, 细细临摹, 又翻了一块鸡血石, 刻了一块章。 十天后, 宋言的回信到了, 他一一给我答复, 说可以帮我回京, 重新给我一个身份, 让我做他的妾。 宋言的字好看, 比蛮子的丑字好临摹, 我是识的他的字, 但可惜抄家突然, 我没来得及捎这一封。 两日后, 我写好回信, 找到乔米一, 再帮我送去给首领, 要说的话都在信中。 乔米一应是, 当即走了, 信的内容很简单, 我答应杀了消息, 问他可借兵多少, 还告诉他朝廷兵马 十月初二攻打漠北, 请他初三出兵。 四日后, 乔米一带着回信回来了, 隔一日, 我给宋言回了信, 这次我没找乔米一, 而是亲自揣着信去游义站, 游历骑马出城时, 我站在路口亲自目送离开, 回家的时候, 我在路口买了半斤酒, 一些肉菜, 刚收拾好, 萧航推门而入, 视线在我正逢的皮草上打了个转, 给谁做的? 他在桌边坐下, 上面摆着碗筷韭菜, 有客人来, 他风尘扑扑, 脸上还有冷风割裂的憔悴, 人也瘦了不少, 唯一双眼睛还能看, 我将衣服提起来, 将军试试, 萧航试了, 大小正合适, 我再钉三粒扣子就行了, 我帮他脱, 他去俯着衣服, 闷声道, 不急, 让我先穿穿, 我应是, 指了纸桌上的韭菜, 没吃饭吧, 酒还是温的, 正好可以喝, 我给他倒上酒, 萧行盯着面前的那杯酒, 手指扣着桌面, 又看向我, 眼底心红, 怎么了, 我问他, 太累了吗, 没什么, 闻着酒香, 感动自己有了个家, 而已, 萧行端起酒, 酒杯搁在唇边, 喝钱他又问我, 真让我喝, 我点头, 就是给将军准备的, 我笑着道, 上回将军生气了, 这酒就当我给您赔罪了, 他攥着杯子, 指尖发白, 忽然抬头将酒送入喉, 又垂眸看向我, 闻着香, 喝着却割喉, 他将酒杯丢在桌上, 讥讽地盯着我, 是萧蒙眼镯, 拾错酒了, 萧行气息不稳, 我主动握住了他的手, 我来漠北半年, 将军还不曾陪我出门, 旁人都要觉得我这将军夫人的头衔, 是自封的, 他的手掌宽厚温暖, 手心有薄薄的茧子, 还有一道八, 我挠了挠那道八, 回头冲着他笑, 他眼底有疑惑, 我们第一次一起上街, 今天的天气很好, 我停在卖酒的老伯面前, 笑着道, 我家将军说你的酒极好, 老伯一个进的座椅, 又送了半斤给萧行提着, 萧行付了钱提着酒壶, 视线扫过我们香卧的手, 又看向我, 百姓把他围住, 都来问他要是朝廷来宾攻答, 大家要做什么, 城中的民兵可要上阵, 萧行交代大家手承不出就行, 他说着忽然一顿, 猛地攥紧了我的手, 扑, 他喷出一口血来, 耳后盯着我, 只挺挺倒在了地上, 街上安静了, 就连风都停了, 接着, 满街喧哗起来, 哭声四起, 我蹲在萧行身边, 手衣就被他握着, 他没有闭眼, 正直勾勾地看着我, 九月二十七, 萧行中了剧毒, 钥匙难医, 紧续这一口气, 满街人为证, 萧行被抬去了军营, 晚上我坐在桌边, 被我娘指着鼻子骂, 云平清, 你和你爹一模一样, 不择手段目光短浅, 我爹投奔太子时, 我娘就反对, 这些事你不懂, 我自有计较, 我对我娘道, 我娘听着爹坐在椅子上, 因为这是我爹当年回他的话, 若干年后, 他的女儿又用这句话来回他, 你兼可以, 可你不能害忠良, 那是萧行, 萧行啊, 我娘道, 我没说话, 作念, 我娘失魂路破地出去, 你云家时代被人骂, 和我没关系, 我不管了, 不管了, 九月二十九, 萧行没醒, 墨北军心虽急但不乱, 这就是萧行的能力, 他就是真的死了, 墨北也不可能乱, 十月初二, 朝廷兵马到墨北, 因为萧行将死, 他们军心急振奋, 但墨北南城门紧闭, 拒步迎战, 十月初三, 蛮子来了, 三千兵马强攻北门, 但北城门紧闭, 拒步迎战, 墨北被围, 衣食内忧外患, 乔米一陪我坐在院中喝茶, 焦虑不安地问我, 夫人, 接下来要做什么, 不知道, 商会准备的米炭都足吗? 我问道, 足, 先前朝廷风伤道时, 我们就背齐了, 我点头, 乔米一在院子里夺步, 瘸着的腿高高低低的, 让我想起宋言的上风训他, 他来求我帮帮他, 他上风有腿急, 走路也是高高低低, 人很凶, 我本不同意, 但宋言一直求我, 宋言求人的时候最俊了, 眼烧红软我见有脸, 我还想看他求我, 十月初四, 墨北成了一个旺, 被两军围困的第一天, 我收到了蛮子的来信, 让我想办法开北城门, 我将信烧了, 在墨北成为一个旺的第十天, 宋言的信到了, 他在信中让我出城, 他派人护送我回京, 我将信烧了, 在墨北成为一个旺的第十五天, 京城的消息到了, 宋言以通敌罪下大狱, 罪名和证据是他和蛮子往来勾结的信件, 信当然是我写的, 城中探子那么多, 我一言一行, 瞒不过消行, 也瞒不过京城的人, 朝廷打墨北, 任何下作的手段都可以用, 但唯独不可以和蛮子勾结, 事情的性质不同, 如今蛮子和朝廷兵马 这么默契的理应外合, 不是勾结无法解释, 在墨北成为旺的第十七天, 宋言求我的信到了, 我给他回信, 让他等我回京, 这一天好消息不断, 蛮自粮草禁绝, 不得不退兵, 金城利圣上关了太子禁闭, 宋言是太子的得力属下, 而攻打墨北, 也正是由太子全权负责的, 圣上才四十八, 他会不会猜测他的儿子, 想提前继承大统, 十月二十二, 我在乔敏义的帮助下, 出了城, 城外有送严的人在等我, 我汽车换马, 一路急行网京, 走前, 我在家中留了一封信和一张药方, 信很长, 我想以色弑君, 奈何将军坐怀不乱, 到底欠了将军大恩, 能随将军到墨北, 是我乃至我族人的幸运, 墨北是将军的墨北, 更是我云氏族人未来的家, 往后还请将军照扶一二, 至于我爹和将军的仇, 就交给我来报吧, 将军读信时会笑吧, 我一女子, 怎么有这么大的口气, 我曾经读过一本江湖画本, 一位侠客有一副旷世子母刀, 与敌人生死相搏时, 他常有意被敌人挑开母刀, 敌人以为至圣正得一时, 侠客的子刀呼出, 亮一杀招, 每每都能得手, 我爹便是纳母刀, 而我则是子刀, 请将军信我, 静候佳音, 十月二十九, 我到了京城, 风餐露宿七日, 我已形容枯稿, 我去了刑部牢房, 这一次我站在木栏外, 宋元在里面, 他看见我, 激动得红了眼眶, 宋母求我, 大小姐, 远安能有今天不容易, 他什么都没有做, 是冤枉的, 你一定要和圣上解释, 信都是你写的, 你是妇人, 又是戴罪之身, 债多不愁, 你若能保住远安, 也是给你自己积德, 我看着宋元, 宋大人为何不求, 这是宋元当时对我说的话, 他也向我跪下来, 眼烧红软, 我见游怜地求我, 远安求大小姐相救, 远安出去后, 一定娶大小姐为妻,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这样的宋大人真是风流倜傥, 我蹲在他面前, 那宋大人等我, 宋元欣喜地看着我, 一个时辰后, 我在书房见到了圣上, 圣上在位二十八年, 庸庸碌碌无功无过, 他问我你既有胆回来, 想必是做好了准备, 说吧, 朕听着, 我应是, 当日在牢中, 我勾引萧行以色又枝, 他为于我长相厮守, 所以带我越狱逃去漠北, 圣上不惊讶, 因为此事他肯定查过了, 但我不喜萧行, 我与宋大人才是情深义重, 圣上面露轻面, 萧行中毒, 是你所为, 圣上问道, 我应是, 是宋元让你勾结蛮子, 圣上问我, 我急迫地否认, 不, 不是和宋大人无关, 都是我做的, 圣上将拦截的信件丢在我的脸上, 他怒道, 你屈屈一个妇人, 杀萧行勾结蛮子做什么, 这些信, 我放在一起, 亲自送去游义站的, 路上被人劫走, 在我预料之中, 我磕头, 胡言乱语的辩解, 真的是罪妇做的, 和宋大人没有关系, 请圣上明察, 我形容憔悴, 满眼泪花, 像极了为夫顶罪的无脑蠢, 闭嘴, 云身之多金鸣的人, 却生了如此蠢顿的女儿, 圣上拂袖, 呵斥我, 你勾结蛮子的事, 萧行真的不知道, 我错愕地看着圣上, 蛮子让我杀他, 圣上为何觉得萧行勾结蛮子, 萧行坐牢的罪名, 就是勾结外邦, 通敌卖国, 提供罪证的是他的副奖, 萧行一死, 他以往所有罪名不证自破, 你回京, 为宋言证清白, 你可知道你的结果, 我点头, 罪负, 罪有应得, 圣上亲身盯着我, 他许诺了你什么, 让你不惜千里为他赴死, 名副不是为他, 只是说明真相而已, 圣上轻蔑地笑了, 宋言莫不是许你为云氏洗脱罪名, 我心虚垂着头, 他哪里来的自信, 圣上道, 他都是阶下求了, 正让你死, 谁能救你, 我依旧垂着头, 并不反驳, 也不慌张, 圣上立刻明白了, 我的从容不是来自宋言, 而是太子, 我不能直接说太子, 我和他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要做的, 就是拼死, 护宋言, 其他的圣上自己会有答案, 圣上勃然大怒, 挤不过来, 捏住我的脖子, 他一态尽失, 这问你, 这天下是谁的天下, 我慌张错乱, 回到, 是, 是圣上和太子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吗, 我被打了三十亭杖, 关在萧杭曾住过的牢房, 我被打不是因为我给宋言顶罪, 而是我的袖子里, 掉出来一把匕首, 圣上问我为什么行刺他, 我闭口不言, 有时候, 猜疑比事实影响更深, 圣上会猜什么, 他的儿子等不及了, 杀中将萧行, 勾结外邦, 让他得力属下愚蠢赴死的未婚妻来行刺他, 太子等不及想他死, 这三是庭杖, 值得, 此刻我躺着, 与宋言尤姚对视, 我与他笑了一下, 他带着哭腔换我的名字, 我没有再理会他, 我再等, 两日后的半夜, 狱卒在讨论圣上训斥国旧, 隔日, 刘贵妃小产, 他说是皇后所为, 圣上当即扇了皇后一耳光, 说她是毒妇, 这事开始, 我强撑着, 老狱卒给我喂了水, 低声道, 大小姐记走了, 为何又为宋大人回来送死呢, 多谢, 我和她笑了笑, 大小姐是好人, 狱卒低声道, 京城百姓都以为我杀了萧行, 现在骂我比骂我爹的还要多, 我不是好人, 也不想做好人, 我道, 好人是萧行, 可他得到了什么, 穿过琵琶鼓时, 他疼吗, 静坐在此的半年, 他心寒吗, 我心寒, 我发烧了, 迷糊监狱组告诉我, 圣上废了太子, 今天是初几, 初六, 七天, 圣上比我想的还要急, 我坐起来, 看向宋言, 宋言也在盯着我, 一字一句问我, 云平清, 一切都是你设的局, 是不是, 不然呢, 宋大人真觉得自己风流倜傥, 让我念念不忘, 我冷吃一生, 宋母在那边生死力竭骂我见人, 说我和我父亲一样奸, 宋言怒火中烧, 你杀了萧行, 害死了我, 又设局废太子, 此事早晚败露, 云平清, 你和你爹一样无耻, 没有下线, 我辅了辅病脚的乱发, 你太粗浅了, 行事手段分黑白, 但结果不分, 宋言仰头看重我, 满面错愕, 我平静地道, 我爹是奸臣, 这十五年间的朝堂, 哪一位朝臣的功绩, 由我爹的一半, 用路的皇朝, 于衷只会泯然于衷, 和圣上一样碌碌无为, 我爹剑走偏锋, 便是背负骂名又如何, 他考取功名时立下的志向, 全部达成了, 我逆着宋言, 我爹死了, 你能取代他, 宋言, 你连我爹鞋底踩着的蝼蚁都不如, 用路的君主, 无能的太子, 连杀了施政党道的人, 都怕背负骂名, 得借别人的手, 可以预料他登基后, 不会比他的父亲英明, 我在消行坐着的地方坐下来, 牢房的门打开, 宋言被扣住, 他脖子上的铁链, 和我近来时的那天一模一样, 云平清, 你也会不得好死, 你这个贱人, 我笑着与他挥了挥手, 宋言一头刻在木兰边, 他扣着木兰, 他害怕了, 大小姐, 你说你这辈子都会帮我的, 你去和圣上解释, 我不想死, 你配吗? 我问他, 宋言被拖了出去, 他红着眼绝望的表情, 我可太喜欢了, 我很累, 后被溃破疼痛难忍, 我不得不再次躺下来, 但能看到在地上打滚的宋母, 倒也有趣, 这一天宋言被砍了头, 半年前我爹也死在那里, 人总要有选择, 我的选择是保住族人性命, 为父报仇, 以及, 不污了宵行的名, 百姓需要他, 从今往后, 慢我将成为宋母活下去的信念, 太子就是太子, 他是圣上的嫡长子, 宠人呢? 等圣上气消了, 太子之位还得是他的, 到时候将你这件人千刀万剐, 宋母说的有些道理, 又没道理, 没有选择, 我会盯着唯一的储君人选不死不休, 皇后手狠, 太子之下连死了八位皇子, 各式各样的死法, 但如今后宫还有两位皇子, 七岁的端王和三岁的十一皇子, 所以, 我在等, 很快, 有多快呢? 宋母骂累了睡着的时候, 就有人进了我的隔间, 那人穿着黑色脸帽斗篷, 蹲在我面前, 云大小姐在等我吗? 国舅也好, 我抿着干裂的唇, 您怎么来了? 对面的人是钟秦伯, 端王的舅舅张贵妃的哥哥, 他当然不是国舅, 但他的梦想一定是国舅, 他笑了, 皱纹更深了, 大小姐真的毒死萧行了吗? 怎么可能? 我俯了俯病脚, 他是我夫君, 这世上哪有女子杀夫君的? 钟秦伯笑着点头, 我就说, 云生至今新栽培, 要送入宫做皇后的女儿, 不可能做这种蠢事。 我点头, 不过, 我怎么听说, 萧航和你没有圆访呢? 钟秦伯问我, 这里脏乱, 国舅来做什么的? 我不打反问, 钟秦伯副手夺步, 走了个来回停在我面前, 你算到我会来救你。 我摇头, 我这不是在问您。 他重新蹲下来, 压低了声音, 明晚会有人带你离开这里, 但是原平清, 哇, 我看着他, 我救你, 你就要让萧航帮端亡。 我要死了, 就出去也是烂命一条。 我叹了口气, 重新闭上眼睛, 你也别辛苦了, 被动地赌别人对我的感情, 这种蠢事我不会做的, 更何况, 我笃定钟秦伯会救我, 他拿我撤走不了萧行, 也会将我送进宫里协助他妹妹。 当我成为圣上妃子的时候, 即便太子东山再起, 也由我云平清守当其冲, 过后才是端网。 果然, 钟秦鸿磨了磨牙, 低声道, 明晚子时, 会有人来带你走。 我露出感激之色, 那辛苦国旧爷, 钟秦伯对我的态度不满, 但又不能现在变个黑白, 只得负气而去。 第二夜, 我离开了牢房, 子夜的京城和半年前并无不同, 下着雪, 四周几生狗肺, 一个有功夫的婆子背着我, 我须须睁开眼, 打亮着夜景, 活着, 真好, 一粒雪花落在我的手背上, 不得那粒雪花融化时, 忽然一阵裂风席卷而来, 紧接着我被抛入了半空, 像是那粒雪花, 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它稳稳当当地接住我, 我笑了, 我被暖暖的大肠兜头裹住, 捆扎在胸前, 紧贴着像传闻中的那把子母刀, 我动了动, 却被他拍了一下, 你很重, 动来动去我抱不动, 嗯, 我因了他, 萧行强迫钟秦伯去太子府, 太子府的守卫形同虚设, 再一次证明, 萧行握着的绝不仅是墨北, 他在京城已是首眼通天, 我们进了太子卧室, 萧行将剑递给钟秦伯, 对钟秦伯道, 我看着, 你动手, 剑在钟秦伯手里发出嗡鸣声, 他在发抖, 萧行好耐心, 我却是等不及了, 讥讽道, 伯爷, 你不杀我们可就走了, 往后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将军, 伯爷胆小怕事, 我们走吧, 看出来了, 走吧, 萧行抱着我, 转身要走, 等等, 钟秦伯用枕头捂住了太子的脸, 换成了匕首扎进了太子的胸口, 太子挣扎了几下咽气了, 国舅爷, 我和将军要赶路, 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我提醒萧行, 将军别忘记了剑, 萧行按了一声, 抱紧了我离开了太子府, 这一夜, 萧行回来过吗? 没有, 萧行没有回来, 那么, 救我的自然不是他, 他没回来, 太子的死也不会和他有关, 至于钟秦伯, 圣上活一天, 他和端王的命就捏在萧行手里, 杀本朝太子, 朱九族也不够的, 至于以后, 以后再说, 萧行抱着我走了一刻钟, 他推开了一扇门, 随后我的大肠被解开, 暖风扑面, 我推开遮掩的东西, 看到了他, 他脸色黑沉, 眉眼染着浓浓的疲倦, 一双眼镜冷冷盯着我, 大小姐好心机, 接下来, 你还要再算计谁? 将军, 我笑着, 因为心虚, 我已不知怎么面对他, 萧行抬手, 打断我的话, 实际上,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高兴他来救我, 但更不想他来, 天一亮, 太子被害之事事发, 圣上一定会动雷霆之怒, 到时候他带着我, 不好脱身, 我只想问你, 你从看见我开始, 就算寄到今日了吗? 我摇头, 我也只是走一步看一步, 萧行又问道, 那现在你看看, 下一步怎么走? 他盯着我, 语气疏离不怒自威, 我心头制色, 摇了摇头, 我没想到你会来, 所以, 你原本的下一步是入宫, 他问我, 正极力压抑着怒火, 我垂眸没有接他的话, 我确实有这样的打算, 看我自己, 是无法永远护佑我家人平安的, 进宫, 是我付出最小但收获最大的选择, 只有握住拳柄, 才能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 萧行起身, 已是怒急, 却又生生忍住了, 我给你一夜时间考虑, 你想进宫, 我成全你, 萧行不再看我,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叹了口气, 天亮, 萧行推门而入, 我坐在床边等他, 他看见我, 愣了一下, 但下一刻又绷着脸, 想清楚了, 我点了点头, 你要进宫, 他说这话时, 眼底翻腾着怒火, 我摆了摆手, 不, 我要回漠北, 萧行一正, 表情极快地变了变, 走到桌边倒了杯凉茶喝完, 云平清, 漠北不是你想去就去, 想离开就离开的地方, 我点头应他, 萧行盯着我看, 他要走, 我喊住他, 我需要一身干净的衣服, 如果可以, 还想沐浴, 他脚步一顿, 不耐烦地说知道了, 就走了, 僧中想了, 京城现在肯定很乱, 我有些懊悔让他去给我找干净的衣服, 我悄悄打开门朝外看, 视线一扫, 忽然撞在他的目光里, 我赶忙打开门, 买衣服没有遇到危险吧, 不用你关心, 他将衣服丢下, 又出去, 过了一刻, 他又提了一桶热水, 还拿着伤药进来, 做这些时他都没看我, 我沐浴更衣, 自己涂药, 萧行隔着门问我, 好了没有, 马上, 我对着镜子, 后背的伤结痂又撕裂, 已是惨不忍睹, 萧行似是没有离开, 我胡乱倒了一堆药粉在后背, 赶紧穿好衣服打开门问他, 怎么了, 出事了吗, 不是有事, 他不会站在门外的, 他视线在我身上转了一圈, 最后停在我沾着药粉的手上, 却没说话, 我在房里躺了三天, 有时是醒着的, 但多数是睡着的, 萧行并不理我, 像个狱卒丢下饭碗就走了, 第三天的夜里, 我跟着萧行出了小院, 院外停了三匹马, 我走上前牵住其中一匹, 却见两位侍卫走来, 他们一人牵走了一匹马, 冲着我尴尬地道, 夫人, 这马是我们的, 那我骑什么, 我看着剩下的一匹, 萧行已经翻身上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形势紧迫, 马步好找, 委屈人大小姐了, 没有, 没有, 我走过去, 她将我拉上马背, 这不是第一次和她共成一起, 但上次我是抱着现身的心情, 无惧无畏的, 今天的心情却不同, 因为我没了当着她面脱衣服的坦荡, 当然就会缩手缩脚, 她生气我对她的不信任, 气我给她用毒, 我都能理解, 她不接受我以色报恩, 带回了漠北, 我在寻其他的方法报答她, 抓紧了, 萧行在我耳边低声道, 摔下去, 我不会捞你, 我没枪她, 听话地抓着马鞍扶手不动, 萧行明显正中了一下, 其后再没有和我说话, 我们悄无声息地出了京城, 上了关道后一路急迟, 我几次想问她, 这几天京城发生的事, 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风极冷, 我色缩了一下, 萧行忽然乐马停下来, 我不急地看着她, 她忽地将我抱起来, 调转了个方向坐着, 与她面对面, 我错愕地看着她, 抱紧了, 她蛮力让我双臂圈着她的腰, 再用自己的大肠将我裹在了胸前, 不要乱动, 否则将你丢下去, 我想抬头看她说这话时的表情, 可什么都看不见, 只因为温暖, 而昏昏欲睡, 我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我见到了我爹, 我爹让我放下, 选个夫婿和和美美去过日子, 我告诉他, 太子死了是萧行逼着钟情伯动手的, 我爹说, 现在的圣上虽非明君, 可再换太子变数更大, 对萧行对我们家都不是好事, 对于我们而言, 太子死了是一绝后患, 我说了很多, 抱着他一直哭, 我爹问我后背的伤疼不疼, 我哽咽着道, 疼, 我没想到亭杖打在身上那么疼, 我躺在牢里的时候, 老鼠闻着血腥, 在我身上跳来跳去, 爹, 我好害怕, 我怎么能不怕呢, 我是我爹捧在手心里养大的, 天下事我都能纸上谈兵, 但苦头我却从未吃过, 小时候绣花摘着手了, 都要掉几滴眼泪的, 可我的避风港去了, 我只能忍着, 代替他保护家人, 无论跪着做事还是站着做人, 我要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活着, 只有活着, 一切才有可能, 重重的叹气声在我头顶响起, 我像掉进冷水里, 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迎面就是萧行的脸, 我在他胸前, 直露着脸, 离他极近, 呼吸相缠, 他的五官清俊, 目光温柔, 看着他,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慌忙垂下眼帘, 马停在路边, 他粗力的手指小心翼翼带走我脸颊的泪, 梦见什么了, 哭得这么委屈, 我撇开眼镜看向别处, 没说话, 和我说话, 不是哄就是骗, 一句真话都不告诉我, 萧行掰过我的脸, 语气力透着不满, 我没骗你, 我辩解道, 那你就是一直在哄我, 我没法反驳, 又不说话, 萧行等了一会磨着牙道, 不说就不说, 云平清, 你就是没有心, 他将我塞进大厂里, 策马继续走路, 我坐不稳, 不得不报警他, 萧行第二天就给我巡了马车, 让他的四个属下陪着我赶路, 他走前丢了一句, 你想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再来找我, 我知道我错在哪里, 但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到了漠北, 我娘和沈娘他们抱着我哭了通, 沐浴的时候, 我娘看着我后背的疤, 一面哭一面骂我爹, 又觉得不解气, 便又开始骂我, 我握着我娘的手, 都过去了, 往后我们就在漠北好好生活, 我娘瞪我, 你心思那么多, 娘不信你会好好生活, 我娘说萧行不娶我, 她重新给我寻婆嫁, 只有成亲了, 我才会安分手挤, 我由着她去折腾, 伤好后我去了学堂, 太子之死最后的处理我听到了, 钟秦伯当天晚上就放了一把火, 火势之大, 太子抬出来的时候, 已是交辉了, 验尸没得到线索, 京城抓我的黄榜张贴出来, 说我是乱臣贼子, 见者可救地格杀, 朝廷的兵从漠北退了回去, 圣上知道萧行没死, 萧行也上书解释了情况, 说他身体暂时未愈, 待康复后再去京城, 圣上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如今的萧行已不是他想杀就杀, 想见就敢见的了, 乔米一来找我, 问我马仕还开不开, 不开了, 但生意却可以继续做, 我和乔米一道, 这边的面和梁极好, 可以走货, 漠北的百姓都知道我是云平清, 他们不在乎我的身份, 但不再喊我将军妇人, 而是改口喊我大小姐, 大小姐的婚事, 在我娘和沈娘们的努力下, 成了漠北人人操心的大事, 许多年轻的男子在我学堂外等我, 我有空时便多聊几句, 不得闲便约下次, 但也奇怪, 这些人无一例外, 相约的时间都没有复约, 多了几次, 我都要怀疑自己的容貌, 是不是真的像萧行说的那样丑, 令人憎恶, 乔敏一红着脸道, 大小姐要是丑, 那天下就没有漂亮的女子了, 我哭笑不得, 明日有心系, 大小姐可想去听, 她问我, 行啊, 但第二天我去了戏园, 乔敏一居然也爽约了, 过了几日都不见她, 倒是我身边, 静除了夫子外, 一个男子都没有了, 乔敏一, 我路过九四时, 看见了她, 你这几日去哪里了, 却不料, 乔敏一看到我, 脸色大变, 掉头就顺着巷子跑了, 那样子, 仿佛我是索命的鬼, 跑什么, 我实在是不明白, 专门去她家找她, 她躲在门后不敢出来, 直到, 想想您错在哪里, 该, 该道歉的人或者是, 您, 您要勇敢面对, 道歉, 我正要问, 乔敏一露出半张脸, 左右四顾, 丢了两句话就闭门不出了, 您快去找将军, 不然所有接触您的男子, 都要被将军请去谈话的, 将军很和蔼, 您别怕, 别逃避, 他道, 我站在街上, 四周行人如知, 不断有人与我打招呼, 我笑脸映着他们, 心里的感觉却很奇怪, 实际上, 我依旧猜不透消行的意思, 大妹说消行对我有益, 夜深人静我也犯过春思, 觉得他两次救我, 是不是因为喜欢我, 但一见面, 遐想就破裂了, 他很没冷对, 又总说我丑, 厌我虚伪行事不够坦荡, 喜欢一个人, 不是这样的, 不说情投意合, 互相欣赏, 就连最起码的, 见色起义都没有, 哪可能是喜欢, 难道还在挠我给他用毒, 但他不像我, 行事不择手段, 他是坦荡的人, 事情既已说开了, 不会耿耿于怀, 没想通, 我就不想去惹他厌弃, 我依旧上午教书, 下午跟着师父行医, 隔天去商会做做, 日子急充实, 人呢? 我到了学堂, 奇怪孩子们都不在, 大妹在晒书, 擦着汗回我, 夫子说放假三天去踏青, 放假, 怎么不和我商议, 大妹鬼鬼祟祟的说他也才知道, 我只好去找师父, 但全年无休的师父, 今日居然也休息, 医馆大门紧锁, 我在医馆再逗留了一刻, 去了商会, 极巧, 平日总有人来往的商会, 今日去冷冷清清, 一个人都没有, 整整三日我无所事事, 每日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书, 好不容易摇过三日, 早上我在院中洗漱, 眼见隔壁婶子在我院前溜达来回了三次, 我问他, 你有事吗?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继续梳头, 沈子又道, 啊, 大小姐, 诶, 正巧遇见您了, 您不知道吧? 我告诉您, 将军生病了, 病得极严重, 我惊乐不已, 我还有许多事做, 忙死了忙死了, 沈子念叨着便走了, 我准备去医馆找师父一起去, 刚拐温, 那卖酒的老伯, 今天刚亮就摆酒摊子, 老伯见着我就道, 大小姐, 上回将军说酒好喝, 老朽再给他送两瓶, 您交一定帮我拿给他, 要不, 过了就就搜了, 我提着酒站在街角, 一刻钟后, 手里多了一把青菜, 一双鞋, 一串肉以及一只羊毫, 都是必须今日交给消行的, 理由千奇百怪, 我提着一手的东西, 揉着眉心, 大小姐, 您是不是要出门, 一位老伯将马车停在我面前, 我正要去军营取东西, 烧您一程, 我点头道, 那给添您麻烦了, 应该的应该的, 半个时辰后, 我站在军营外, 这是我第一次来, 本以为军营很脏乱, 尘土飞扬, 遍地牛羊马粪, 可实际却是路上新铺了青石板, 路边杂草都修剪得一样高, 进了军营后, 屋脚的蜘蛛不见了, 蛛网换成鱼网, 还黏着一网的野花, 路上见到的都是老兵, 容貌也都不大俊, 我仰头看着暖阳, 心里也晒尽了阳光, 到了消息营房外, 我敲门进去, 他逆着光躺在床上, 看见我去翻了个身, 背对着我, 咳嗽道你来做什么, 听说你病了, 我将东西放在桌上, 哪里不舒服, 我拖着椅子坐床边, 他背着我道, 死不了, 我看看, 我柔声问他, 肖某没这福气, 他道, 将军, 我错了, 我做他床言了, 围着头看他, 您大人大量, 原谅我可好, 他哼了一声, 错哪里了, 错在只想以色暴君, 却不付出真心, 我低声, 他一正, 身体僵了一下, 但却没有说话, 我又哄了十多句, 他依旧不开口, 看来是我多寝了, 我叹了口气起身要走, 那您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您, 我刚起身, 手腕却被他抓住了, 他攥着, 却降着不回头, 我看着他的手, 低声道, 我是对您有些心动, 可您觉得我丑, 厌我形势不磊落, 我就想, 您这样出色的人, 应该找个情投意合, 互相欣赏的女子, 携手一生才不可惜, 我几次献媚脱衣, 将军都黑脸对着, 我憋出几滴泪来, 雨雕哽咽着, 我这一生都要留在漠北的, 我不想应纠缠将军, 而成了笑柄, 余生在这里难立足, 谁敢笑你, 他咬牙道, 你, 我没有, 他道, 依旧不回头, 你就是有, 我余光看他, 开始低声抽气, 他听着我哭, 就猛坐起来一把将我扯进怀里, 怎么这么爱哭, 他柔声, 有些无措, 消行报完了, 又将我推开, 冷着脸, 像是在懊恼, 但我的眼泪确实掉不出了, 只好不装哭了, 你这女子, 我早该知道, 你的话不可信, 他脑着捧着脸, 指了指我眼角未尽的泪花, 真哭还是假哭, 眼泪分什么真假, 从眼睛出来的, 就算不是眼泪, 也不可能是汉, 我牵了他的手, 偏着头看着他, 嗯, 他丢开我的手, 夺步走了个来回, 又很焦躁地停在我面前, 我是问你的心, 是真还是假, 将军对我呢, 我反问他, 这还用问, 消行宁媒, 我像是骗人的人, 我摇头, 我也是真心的, 将军也该对自己有信心, 你如此优秀, 哪家的姑娘能不动心, 他耳间微红, 神态不自在, 他吃我这一套, 于是我捏了捏他的脸, 他一愣, 耳间的红便迅速蕴染开了, 早知道他有这个意思, 我便更自信些主动来找他, 省得换得换失这么多天, 但我也能理解他对我的感觉, 在他看来, 我行事肯定是不择手段的, 所以他对我不信任, 就像我当着他面哭, 他便觉得我是在用手段, 而不是真的因为伤心, 这是我不反驳, 我确实是这样的人, 将军真喜欢我, 他不说话, 看向别处, 我也不为难他, 牵着他的手坐下来, 将我的心思多剖析给他听, 我正式向你道歉, 我为人确实不坦荡, 正如我所言, 我身无常物, 想要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就是我的手段, 以前的事是我不对, 若是你不喜, 我以后改, 不与你用手段, 可好, 他惊讶地看向我, 眼角红软, 将军是一方霸主, 手握重拳, 我父亲在世时, 驾驭你都是我高攀, 何况如今我是戴罪之身, 我沉眸看着他的手, 抿着唇, 将军不嫌弃, 我很珍惜的, 更何况, 我确实对你有些心思呢, 他握紧了我的手, 指尖滚烫, 急着解释, 你没有做错, 对我用毒也是为了保护我, 我心中知道, 我对你不是脑, 只是觉得你那么聪明, 万事都有自己的谋算, 在你这里我的兵权和绸缪都没有用武之地, 说到底, 是脑自己无能罢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鼻尖微酸, 你怎么会无能, 这天下谁都没有资格说你无能, 消行将我拉过来, 抱在怀中, 他声音发闷, 你说你高攀, 可我不觉得, 若非你家遭逢大难, 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一介武夫, 我进京时就听说了, 你是金中归秀的楷模, 琴棋书画国学策论无一不经, 还曾上殿和学士辩论, 学士不输他们, 他松开我盯着我的脸, 如你这样的大家闺秀, 行事的体胸有乾坤, 我只怕你觉得我肤浅, 无话可说, 他原来想了这么多, 我却一直浮于表面地去想他, 白单了他的夸赞, 他又道, 你来墨北做先生, 孩子的父母都来告诉我, 你教得多好, 两位夫子也对你心服口服, 他笨拙地帮我理着头发, 不要妄自菲薄, 我点头, 心里只剩感动, 许久过后, 我想起墙脚挂的渔网, 你让人做的, 怕你觉得热力脏乱, 有意让人布置了一番, 他威有些不自然, 我就说军营怎么这么干净, 原来都是他安排好的, 那城中那些事, 也都是他为了引着我来见他, 做的手段, 话说开了, 我心情极好, 和萧行牵着手慢行回程, 明明很长的路, 走起来却一点不累, 他却时不时回头问我累不累, 要不要他背着, 我还真让他背了一段, 路上不少人见着我, 又改口喊我夫人, 还问萧行什么时候吃我们喜糖, 萧行反过来问我, 什么时候吃喜糖, 将军想呢, 不急, 我要准备一番, 他停下来, 看向远处, 我要让天下人知道, 云平清嫁给了我, 云平清以前是金钟闺秀楷模, 是高高在上人人敬仰的大小姐, 嫁给我, 就是将军夫人, 依旧尊贵无匹人人得敬畏, 我点头, 说好, 萧行, 翻外, 我十五岁随父出征, 十年奸杀场驰骋, 战功赫赫, 朝堂捧我做忠臣良将, 百姓奉我弱神明, 我飘然自得, 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可被富将出卖陷害背上勾结外邦的罪名后, 我方才明白, 这世间没有人是不可缺的, 在牢中, 琵琶骨的疼痛, 远不如失望所带来的疼痛, 不值得, 这朝堂这人事, 不值得我拼尽全力, 我断事断语, 让自己沉浸, 去误朝堂的波云诡诀, 误人与人相处之道, 有一天, 丞相云深知获罪, 云氏女眷关进我的隔壁, 我知道她的长女原平清, 传闻中满腹经伦的大家闺秀, 遭逢大难, 我以为她和其他闺秀一样, 会惊惧哭闹, 自哀自怜, 可当我看到她平静地 给她的未婚妇磕头, 不卑不亢地说 她愿意带着三位妹妹做妾时, 那一瞬我忽然想通了, 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 求财, 求名, 求生路, 立重目标, 就一往无前不患得不患失, 平清说是我救她, 她欠我安情, 可实际上是她救了我, 佛说开话, 倒说顿悟,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人生之短, 不要受他人蠢顿影响, 就做想做的事, 坚持自己想坚持的, 手段虽分黑白, 但结果不分, 至于身后骂名, 与我何干, 我何其幸运认识她, 娶到她, 大婚前我昭告了天下, 婚书送入京城, 圣上是否生气我不想知道, 但结果是她赤封了平清告明, 命人送来奉冠侠派, 我的妻子是云平清, 有我消行在一日, 她就不是奸臣之女, 不是戴罪之身, 她是高高在上, 人人得尽的位的妻女子, 云平清, 我能够尽的位置, 我能够尽的位置, 谢谢观看